第1306集 昆王都快被弃笑了 你们破阵就破阵好了 结果没把握就去破阵 被大阵杀了 这不是蠢货 什么才是 真神哪 哪怕上古真神也是强者顶级的那种 这就死了 这一次 他没太过失态 就是真的有些无语了 神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正想着昆王陡然一掌 拍向镇天王 轰隆一声 虚空炸裂 此刻的他不再收敛 一朵黑色七瓣莲花炸开 镇天王倒飞数百米 李玄蝎 昆王暴怒 混蛋 这家伙在干什么 镇天王渴血 笑呵呵道 看你走神了 老夫提醒一下你 何必如此对我 活齿之辈 昏王怒骂 这家伙刚刚又要出手斩杀自己 挥下真神 幸好自己反应了过来 他居然轻描淡写地说提醒自己 镇天王淡笑道 老夫真的是在提醒你 抓紧时间 没想到这里居然布下了连环七重镇 里面必有这宝 连环七重镇 这比当年一百零八戒鱼之地布写的封天锁地大阵都要难 这样的大手笔 要说里面有黄道本原法 老夫都相信 镇天王感慨道 这下发了黄道本原法 黄者没死用处不大 这死了 咱们要有人成黄类啊 昏王差点没喷死他 你忽悠谁呢 好吧 他也有些期待了 连环七重天镇 这百分百是灵皇的手笔 要说单独的七重天镇 还有黄者之下的至强者可以做到 可连环镇 非黄者做不到 弄得这么严实 里面不会有灵皇的本原法吧 昏王没理会他 这无耻老儿 得多防着点 这家伙很可能也到了破七的地步 现在装成破六巅峰 本王会信吗 这边刚淡定下来 下一刻 昏王彻底怒了 武王 混账东西 你真以为本王不敢杀你 三胡教 此地不用你们 去追杀武王 去绞杀人类 他真的要抓狂啊 就在刚刚 他带进来的一位真神 被人干掉了 武王 到了此刻 他神教的真神 真的陨落如雨了 一天就是好几个 这么下去 七十二神主哪怕都活着 还不够死一个月的 八千年的积累 难道要在这时候消耗一空 这可是他未来 征战三界的底蕴呢 该死 昏王要疯了 他觉得自己要被这些混蛋给逼疯了 其他人都是眼神诡异 这是又死真神了 好吧 他们很快看到了 天崩 众人微微摇头 这倒霉催的 最近神教的人死得真快 而且看昏王的样子 外界也在死 这是得罪谁了 里面倒是知道 人类干的好事 外界还真不知道哪一方干的 昏王 别客气 三大护角来啊 正想杀个圣人练练手呢 呵呵呵 来啊 此刻 张涛也是嚣张无比 在远处凝聚了巨大无比的虚影 覆盖天地 高声挑衅 过来啊 张涛大笑 挑衅三大护角 昏王脸色铁青 太猖狂了 杀了他的人 现在居然没逃 还敢如此嚣张 来人 追杀他 斩杀其他人类真神 不要放过一人 诺 众人纷纷应声 真神们早就怕了 早就想跑了 可昏王没法话 他们也不敢走 现在好了 去追杀人类 那也比待在这儿等死强 看看 镇天王虎视眈眈 随时准备干死他们 月灵那个疯子 和天极看着他们 怪笑连连 众人心都凉了 生怕昏王一个不注意 手下就要少几个人 现在 那是真的如萌大赦 哪怕队伍王 他们也不要在这儿等了 太可怕了 这些人跑得飞快 镇天王一脸遗憾道 哎呀别走啊 那边很危险 张涛融合了六道 说不定成天王了 你们去了很危险 别走啊 这话一出 众人跑得更快了 这老不要脸呢 这是嫌没杀够呢 昏王脸色难看 镇天王遗憾不已 哎呀老夫说的是真的 在这儿还有 红坤保护你们 这走了 太危险了 神教这是要覆灭呀 众人表示无语 此刻 哪怕现在和他 勉强算一伙的 月灵和天极 都想骂一声无耻了 咱俩是疯子 咱俩无耻就算了 这一山 更比一山高 咱俩也不如你啊 其他人也是无语 那边张涛覆盖虚空 大笑道 哈哈哈哈 没这回事 你们来我这儿 我没用和六道 六道溃散了 我不是天王 没事的 快来 那边太危险了 你们看看 多少天王在哪儿 还不来这儿避难呢 杀了他 昏王抱贺一声 他们这些天王 现在走不开 何况也怕走了 大阵破了 好处被别人拿走了 可他真的忍不住了 他想干掉这些混蛋 镇天王武王 这俩混蛋东西 他想宰了他们 好在 他不知道外面的事情 是方平干的 要不然 现在他能马上 放弃所有 专心干掉这仨混蛋 他真的快疯了 众人也纷纷 朝武王那边杀去 他们也要疯了 欺人太甚了 对 来我这儿 这天分中 我最靠谱 张涛哈哈大笑 在三大护叫 破空的同时 瞬间消失 声音却是流了下来 来空间战场 这地方天王太多 咱们避开点 危险 月灵殿下 你的人借我一用 我帮你报仇 你男人被昆王杀了 我替你报仇 月灵脸色铁青 她忽然有股冲动 去干掉武王 这家伙说话讨人闲 尽管想杀人 此刻月灵还是恨不得 她赶快滚蛋 怒吓道 清廉 去杀人 远处 清廉帝尊文言也不多说 带着一群真神 迅速朝空间战场那边追去 此刻 四面八方的真神都出现了 去杀武王 之前大家都在天界碎片这边 可现在 这边动不动就是天王大战 太危险了 还是武王那边安全点 这点张涛倒是没说错 真天王见他们跑得快 大声道 小心点 空间战场好像有人要复苏 此地连接的空间战场很庞大 不是天王 就是破八的治强者 都悠着点啊 危险了 往我们这边跑 这语气 一副家长的态度 让人感动 危险了那就回来 千万别在外面久留 不说就算了 一说 大家跑得更快了 疯了 真天王这老不死的 现在放飞自我了 在这片没有绝颠之下 小辈的地界 肆意妄为 完全不顾任何危言了 昆王这些人也是怒不可遏 这正怒着呢 昆王忽然发狂了 虚空炸裂开 昆王这次没牵连了 也是憋着口气 忽然一拳轰向天极和月灵 老子忍不住了 地暗死了 呀的 他真的忍不住了 外界到底怎么了 一天死好几个 这么下去 天际还能有活人吗 老子要出去 他真的要出去 再不出去 积业都没了 八千年呢 你敢气我 天极暴怒 月灵也是怒骂道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主动攻击本宫 放屁 昆王怒骂 自己堂堂破戚的强者 被这俩疯子针对就算了 现在死了人 自己发泄一下 这俩混蛋居然说这话 一副我能打你 你不能打我的态度 让他抓狂 哪有这道理 他都有些憋屈了 何止他 其他人也是嘴角抽搐 忽然觉得昆王挺可怜的 这被人欺负的 还手都能被骂 加上边上还有个 唯恐天下不乱的震天王 此刻 震天王兴奋无比 怒吼道 他想逐个击破 诸位 连手干掉他 破七有击杀天王的可能 这家伙搞不好还隐藏了实力 可以破八 快干掉他 杀呀 话落 他迅速杀了过去 这话一出 其他天王级强者 也是你看我 我看你 别说 有点心动 昆王之前破七 好像都没出全力 别不是真能破八吧 真要如此 那就要出手了 破七未必能杀天王 起码杀不了他们这些老牌天王 可破八 那是智强者领域 那是天狗在天界都达不到的境界 那是天狗战天坟时候的实力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众人眼神闪烁 一时间 灵魂道场 有爆发围杀昆王之战的趋势 昆王殿 苍穹裂开 大盗崩裂 所有人目瞪口呆 这一刻 哪怕风云道人都说不出失误的话来 地暗真君 他麾下的强者 死了 就这么死了 谁 风云道人 陡然怒吼一声 气急冲销 虚空炸裂 是谁在干扰地暗 风云道人头顶上方 宝镜照耀虚空 这一刻 宝镜不再散发幽芒 而是爆发出刺骨的寒芒 四周虚空在宝镜的药舍下 直接坍塌 出来 风云道人 抱吼一声 眼中神光爆发 如同两道激光 将四周虚空击穿 不止他 雷霆帝尊也是眼神冰寒 掌中雷霆闪烁 轰隆一声将远处虚空炸开 要说地郡真君死了 他们还能接受 可地暗真君什么实力 七十二神主当中排名十五位的强者 实际上 前面十四人 现在活着的 在这儿的 也就地七亿人 加天坟中倒是还有两人 可不管如何 地暗真君在神主当中 现在排名都在前五行列 这也是一位近地强者 大到走了七千多米 而这样的绝顶强者 和地君一样 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了 死的一文不值 怎么可能 地暗真君小心谨慎 死了地君之后 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失误 若真是如此 那也太小看神庭的强者了 暗中有人隐藏吗 再搞破坏 风云道人不知道 可他觉得不对劲 地暗真君不该就这么死了 这一刻 这位老牌帝尊 不负笑容 凶狠无比 头选宝镜扫荡虚空 整个昆王殿上空 此刻都爆发出了剧烈的轰鸣声 雷霆帝尊也是怒行于色 若是暗中 真有人隐藏 那代表实力比他们强大 最少也有圣人级实力 有吗 他们不知道 可此刻 两人还是警惕万分 纷纷扫荡虚空 方平伪装的云生 此刻脸色惨白 其他人也都如此 哪怕帝奇也不例外 帝岸死了 他实力是比帝岸强一点 可强的有限 现在帝岸就这么不明不白的 被虚空裂缝干掉了 岂能不慌 众人哪还顾得上破阵 帝妃第一时间冲到了方平这边 一脸警惕和担忧 迅速传阴道 生儿 恐怕有大敌潜伏 看着局势也许是圣人来袭 待会大战爆发 马上离开 不是圣人如何偷袭地暗真君这样的强者 众人不是不知道人亡方平的能力 可方平什么实力 他就算暗中潜伏 恐怕也难以无声无息地袭击一位近地强者 还瞒过了两位帝尊 虚空中风云道人横扫虚空 裂缝平线 此刻眼神闪烁 陡然看向下方汇聚的几人 谁在暗中出手了 能瞒住他 绝对是顶级强者 地暗如何被人偷袭的 是真的失误 还是被偷袭了 他现在难以判断 因为 地暗真君死无全失 被裂缝彻底绞杀成了碎片 此刻 他忽然想到了一幕 当日在天坟之外的一幕 命亡死亡的那一幕 命亡被谁杀的 张涛 不 是方平 方平 风云道人见识广泛 对方平了解也极多 对方有神器可斩大道 可神器斩大道 也需要强于对方才行 方平有地暗墙吗 显然没有 可当日方平也没命亡强大 却是依旧暗算了命亡 那时候强者们都急着进入天坟 也没人深想 然而现在 由不得风云道人不去深想 是方平吗 方平混进来了 怎么可能 神教审查之言 从入口处的那些宝镜就能知道 方平有这能耐 混入其中吗 可现在这一切 让他不得不怀疑起来 太巧合了 巧合得可怕 这两天死了多少人了 厌制地劫 地暗地满地峻 一地四神就这么死了 而今 剩下两地六神 神教实力大打折扣 损失惨重 是方平吗 风云道人一边继续破碎虚空 一边沉思起来 一旁 雷霆帝尊还在恼怒中 风云道人却是心中怒骂 蠢货 若是方平真的混进来了 这蠢货要负很大的责任 地劫和雁露若是没有雷霆出手 岂会那么容易陨落